继续来看圣地亚哥教室和西雅图水手的热身赛 教室的日级强头打笔修友挂帅登板 一开赛就连续赏给了对手343卷 虽然有挨对手一发两分炮 但是主头3.1直于标出6K 加上教室的队友火力支援 包括了韩国的强打金合成 他也贡献了一发两分炮 所以教室最终是12比4大胜水手 打笔修友也收下了热身赛首胜 教室和水手热身赛 混血王子打笔修友挂帅先发 一开赛三连K 预计要在首尔开幕站登板的打笔修友 状况调整得很不错 但二局开始出现了一些状况 打笔修下秋处理这个软弱的滚地球 想要来个短抛却没抛好形成了爆头 奉送打者上到了雷包 而这个失误让打笔修友付出了代价 不过随后打笔修友赶紧回稳 竹头三点一局标出了6K虽然丢了两分 但教室队友帮他加倍讨回来 韩国籍的好手金河城炸裂两分炮 这是他热身赛的首轰 而教室队从第三到第六局每一局都有攻势 四个半局打下了12分 中场12比4轻取对手 打笔修友也拿下了热身赛的首胜 华氏新闻陈一伟 杨志富报导 哈喽 我是郑雅芳 想要场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com ça controlled спamm行 阯光 下午你没想到 稍后 关于户友 皮疙瘩 也不切